Hello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前天这个冷裤漏了,然后打上压了 今天过来看一下压力表降到零了 然后室外机的压力正常 室内机的压力已经降到零了 漏得挺厉害的 大家看看啊,就是这台内机 现在内机已经拆下来了 这么接着压力表 把这汗死了,保得压 保到17个压,降到零了 刚才我又打上压了 打上压以后找到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漏了,用肥皂沫验完了 现在就拿切汗给它汗上了 这个地方就是厂家当初汗的时候 汗的不够结实 然后运转几个月啊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震裂了 因为风机运转 这个机器要产生震动的啊 看这个样不像是腐蚀裂的 现在给它汗上 亏死外面漏啊 你要是里边漏可麻烦了 找路点找不着啊 你得把整个机器放在水里边 才能找着 刺刺我要鼓 就这个地儿 就这个地儿 现在把气压放完了 一会儿给它汗上 这个冷库是安在蔬菜大棚里的 安在大棚里的啊 周围全是蔬菜大棚 全是啊 因为蔬菜摘下来以后来不及卖 所以先要放到冷库里边 保一下些 荒郊野岭啊 工具拿不进来 车开不进来啊 然后用推车推进来 把车放到外面 现在已经把它焊完了啊 多给它补了一点 房子以后再漏 焊完了以后 肥皂沫 包死了 一点也不漏 室外鸡 宝得亚 约来十三个亚 一点三 约来十三个亚 现在还是十三个亚 已经过去两天了 室外鸡不漏 这样就可以装机了 装机以后 还得重新安一遍啊 就是抽震空 加福 接管 这个管都要重新接 挺麻烦的 现在重新加上服务 机器正常运转了 设定零下一度已经降到零度了 这是稳压器啊 这地压低 输出地压160多伏 输出地压220 这农村呢 地压不稳呢 这地压宝 就不忘了 这地压宝 感谢观看